杨磊老师啊 在我的心目中是老师辈的 你就说我老不就玩 不是 我老师辈的 我的老师辈的 他有那么老吗 他已经超出了男女的界限 他是先生 而且我说今年咱合作过吗 你说算是吧 那你今年咱并没有 咱没有在一起合作 今年你让我吃了一大惊 就是你身体壮出状况 算合作了一下 算是有交流的嘛 对呀 你俩应该是曾经 狠狠地合作了一下 我们狠狠合作一年半 我们演了一年半的夫妻 对 他在最 你俩演了夫妻呀 对 虽然我就绝对委屈一下我弟吧 我就感觉 没有什么叫委屈 不是 虽然我比他年长这么多 当然主要我弟 这也属于长得着急的那伙子 多猜几下 你再分析分析 你怎么那么鲁莽呢 你说我就 就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 没有 是呀 你要是心里装着杨磊 你能好意思就说两个 你就不再问了吗 这一年半的夫妻算是白眼 对不对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 对 一年半的夫妻 你就组成这样 对呀 百年才修得同传度 你说咱们这好不容易在一起 那一年我演那个 我演杨磊老师的老公啊 你平常不是叫我老师的 你平常怎么叫的 姐姐 我姐姐的老公 我演我姐姐的老公 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了一年多啊 一年那一年半 我跟姐姐基本上是 平影不离 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 她最不好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也不好 也不好 我爱人身体不好 对 我老跟我姐姐就是诉说我的事 我姐姐把我的事分析的 头头是道 井井右条 自己呢 把我开导的每天我都很开 每天我们都溜弯嘛 对 在那个拍摄场地 每天我都挺高兴 最后回去她想不通 对 她自己过出不来 就是那时候 她是经过 就是因为女同志 她经过一系列的情感的打击以后 身体上 就是出现了反应 她这种反应 反应在她的脸的皮肤上 你现在想想宋小宝是什么样 比宋小宝还怕吓人 对 比宋小宝那个 比宋小宝吓人 还要黑 当年 你没有 你当时没见过 她没有当时没见过 没有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为什么就走不出来 你拍了那么多戏 你是一个就是宽慰别人 那么会宽慰的人 我觉得是自尊心受到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我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记着 那会儿我们俩只要吃完晚饭拍戏 我和少峰肯定要走一圈路 然后再回来拍接着拍 然后少峰永远对我说 姐姐你就记住 你看你绝对你是个好人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会好的 这是他天天都要跟我说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少峰 我为什么我特别欣赏他 少峰是一个 你别看我 少峰是一个才情兼备的人 是